一鸣二运三风水 民间常说的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以及风水轮流转 其实就是以三元九运的理论为基础 因为随着时间和天体运作周期的不断变化 每个人的运气也会跟着改变 对于这四个生肖来说 2024下半年下半年 各方面运势会呈现的比较一般 不过在这个阶段 如果随身佩戴一些吉祥物 将会让自身的运势发展非常理想 那么熟虎 虎猪鼠狗鼠鸡人在2024下半年 佩戴什么吉祥物最好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一生肖虎 进入龙年以后 熟虎人虽然个人发展情况比较理想 但是有时候性格太过于高调张扬 很容易因为言行不当而得罪人 甚至还会给自己招来一系列的是非 以黄金类首饰 熟虎人在2024下半年 非常适合佩戴黄金类的首饰 黄金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装饰品 具有收藏和装饰的价值 佩戴黄金首饰 可以强化鼠人的聚财能力 帮助他们把握好手中的积蓄和产业 避免出现财运流失的情况 特别是那些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没有节约意识的朋友 佩戴黄金可以降低消费率 避免出现铺张浪费的情况 而且黄金也可以强化熟虎的气场 让他们变得更加勇敢自信 不管是在为人处事还是其他方面 都会表现出乐观大方 积极向上的一面 所以熟虎人 如果不知道 配戴什么吉祥物比较好的话 黄金首饰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二黑钥匙 熟虎人在2024下半年 佩戴黑钥匙也是非常不错的 黑钥匙是一种常见的风水吉祥物 本身拥有强大的气场和能量 也包含对人体有利的微量元素 熟虎人在2024下半年 佩戴黑钥匙做成的首饰 比如平安寇龙排升削排皮修 本命佛等等 可以提升自己的健康指数 特别是平时身体较弱 容易生病以及发生意外的朋友 借助于黑钥匙的力量 可以增强内在能量 改善消极情绪 消除健康危机 另外 佩戴黑钥匙 也能帮助提升属虎人的学习能力 如果在龙年要参加重要考试的话 可以随身携带 三贵人声消极降物 而佩戴贵人声消极降物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改善属虎人的人际关系 更能吸引贵人到身边来 广结善缘 以何为贵 何气生财 无形当中 自身性格当上的一些缺陷 也会有所改善 行为作风更加稳重 随和大方 这些都更有利于事业生活的稳定开展 四焚水晶 属虎人在2024下半年 佩戴焚水晶也非常不错 焚水晶 是一种有利于感情发展的风水吉祥物 属虎人这两年的桃花运都比较旺 正元旺盛的同时 烂桃花也伴随而来 而在兔年 由咸池带来的烂桃花情缘 还可能延续到龙年 稍不留意 就陷入情感纠葛当中 会给自己的生活和家庭 造成极大的干扰 佩戴焚水晶 则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化解烂桃花的影响 对感情的发展 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恋爱中的小情侣 在焚水晶的作用下 恋情甜蜜恩爱 感情进展会更加顺利 不过焚水晶在佩戴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妥善保管壁 免出现磕碰或者施裂痕 否则可能会影响到吉祥物的风水效果 二生消猪 属猪人2024下半年 运势整体不错 与太随活土相生八座吉星 对事业发展非常有利 财运方面也相当不错 正财稳定 投资有机会获利 唯有健康方面需要格外警惕 为了更好地应对今年的运势 招财吉祥物需要提前了解清楚 才能够收获稳定的发展 属猪人佩戴什么望自己呢 属猪人2024下半年 佩戴木质饰品 在五星之中 属猪人属水 水生木木望得金 因此对于木制品来说 可以很好的猪望属猪人的运势 还会给它们带来非常不错的好运气 2024下半年 在选择各种饰品材质的时候 木制品自然应当是首选的 而在各种各样的木制品中 袍木又是上上之选 这种饰品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 还更为便携轻巧 能够更好的转运驱邪 还可以有效抵挡小人 所带来的各种祸事 会让属猪人在工作中顺顺利利 一马平穿 前行的道路上不会有任何障碍 还会得到很多大佬的鼓励与支持 一平安符 属猪人在2024下半年间 可以佩戴平安符或是护身符 能够起到较好的效果 需要亲自去寺庙求取 才能够展现出自己内心的前程 被好运所光顾 在上班开车期间 也可以把平安符护身符放在车内 能够保佑出入平安 不会遇到意外的事故 变得特别的理想 获得很多意外的惊喜 职场上会通过个人努力 得到提升与奖金 让属猪人对后期的生活充满了自信 信心与希望 不会变得慵懒颓废 三 翡翠食品 属猪人可以选择佩戴翡翠食品 翡翠看起来晶莹剔透 特别漂亮 能够凸显出个人的外在形象与颜值 属猪人桃花运会特别旺盛 想要脱单会变得简单容易 属猪人在婚后可以随时佩戴翡翠食品 也能够催望夫妻间的感情发展 让家庭氛围变得和谐融洽 还可以选择摆放翡翠摆剑或是挂剑 都能够让自己的运势向着好的方向 不断进发 翡翠本身的质地较为脆弱 需要轻拿轻放 以免产生磕碰 三生肖狗到了2024下半年 生肖狗或太阳这颗超级极星加持 比身形光彩 精神状态极佳 可见狗人2024下半年反败为胜 身心都获得极大的调解 2024下半年 属狗人佩戴什么可以转运呢 一 红色食品 属狗人在2024下半年 可以佩戴红色手绳 这样能够全面 有效提升个人的综合运势 在职场之中可以取得好的结果 手头不会变得特别紧张 感情生活会很稳定 身体健康状况也会特别不错 属狗人除了可以佩戴红色手绳之外 也可以选择转运珠 这样能够有效逆转个人的运势 会让属狗人在饭煞的年份中 过得快乐一些 不过一天到晚总是处于郁闷 烦心的状态之中 二 避洗吊坠 属狗人在2024下半年 可以佩戴避洗吊坠 这样能够让身体吸取 源源不断的友谊元素 还可以有效平衡周身的环境与磁场 属狗人的心态会变得非常稳定 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 不至于惊慌失措 与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 属狗人也不会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 做出很可怕的事情 三 环瑙手串 属狗人在2024下半年 可以佩戴环瑙手串 这样可以让属狗人的感情生活 变得很幸福 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肯定会得到伴侣的帮助与支持 心情抑郁低落的时候 伴侣也能够默默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环瑙手串 还可以让属狗人拥有甜蜜的婚姻生活 家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紧密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全家人都可以携手共同练队 哪怕属狗人本年度出现了重大疾病 或者是投资出现了巨额的亏损 家人都能够永远站在他们的身后 四 和田玉玉佩 属狗人在2024下半年 可以佩戴和田玉玉佩 在所有的玉室之中 和田玉是最为稀少珍贵的 佩戴这种珍贵的玉佩 可以帮助自己消灾解难 比如说在即将遇到重大的祸患 或者是即将遇到可怕的车祸 那么和田玉都会通过自己的方式 保全主人的安危 这样可以让属狗人成功躲过一戒 不过属狗人在购买和田玉之前 也要根据个人的经济状况来决定 如果手里没有太多钱财的话 就不要打中脸冲胖子了 否则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经济危机 千万不要借钱 去买这种昂贵的开运风水式 品丝生肖鸡在2024下半年 属鸡的人在财运方面 可能会遇到一些有利的机会和挑战 鸡的机制和灵活性 使他们在财务管理方面 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然而仍需谨慎应对各种状况 以确保稳健的财务状态 属鸡人2024下半年 可以佩戴白水晶 众所周知 白水晶具有强大的能量 可以帮助属鸡人增强财运 还能够提高他们 头脑理性思考的能力 此外还具有宁神静气的正面影响 所以今年属鸡人 非常适合佩戴白水晶 可以给自己的人生 带来更多的惊喜 会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幸福 属鸡人2024下半年 可以佩戴黑绳手链今年 属鸡人可以考虑佩戴黑色手链 这样能够让他们 变得更加低调内敛 还可以减少 其吸引外界注意的能力 这样能够让被小人陷害 或者是被不良时间影响的风险 变得越来越弱 此外 黑衣绳手链 还能够增强属鸡人的大脑和内心 这样 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自然会显得更加沉着冷静 属鸡人2024下半年 可以佩戴本命佛 属鸡人今年可以考虑佩戴本命佛 这样能够获得恩惠 并且拥有无穷无尽的智慧 尤其是在人生关键时刻 总是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本命佛还能够增强属鸡人的自信心 帮助其拨开迷雾 并提供强大的信念与力量 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学习的效果 人生道路将走得越来越顺畅 属鸡人2024下半年 可以佩戴黄金饰品 金字代表着财富与好运 对于属鸡人来说 这点当然是相当重要的 今年可以考虑佩戴 金像炼金手链 或者是金戒指等金饰品 这样能够强有力的 催旺个人的财运和运势 还可以让手头变得更加宽裕 不管想买什么东西 都会变得更加随心所欲 不用过多焦虑金钱的问题 属鸡人2024下半年 可以佩戴红马脑 红马脑象征着热情与活力 是属鸡人今年最佳视频选择之一 能够激励其创造力 还可以带来事业上的成功 以及源源不断的金钱入账 与此同时 将红马脑佩戴在身上 还会让自己显得特别贵气 尤其是对于30多岁的女性来说 这点是相当重要的 能够强有力催旺个人的贵人运势 属鸡人2024下半年 可以佩戴紫水晶 紫水晶的功效特别多 包括避邪避灾以及招财等等 属鸡人今年可以考虑 佩戴紫水晶项链 手链或者是戒指等等 这样能够让个人的气场 变得更加稳定 还能够时不时遇到意料之外的喜事 人生将变得很出彩 各种困难也可以迎刃而解 属鸡人2024下半年 可以佩戴陶木食品 属鸡人向来很喜欢接受各种挑战 愿意追寻刺激的事情 这样就很容易惹来很大的风险 今年可以考虑佩戴陶木食品 这样能够起到屈鞋划煞的作用 不至于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 而且在睡觉的时候 还可以将这种食品放在床头 有助于赶走噩梦 让自己一夜好梦到天明 其实何为风水呢 风就是气氛和畅能 水就是流动和变化 风水的原理是什么呢 非常核心的四个字 心生万法 非常简单 但是大道之简 所有的风水中 第一风水是什么 是人 人的第一风水是什么 是心 人的第二风水是什么 是嘴巴 人的第三风水是什么 是行为 私人恩德 想人好处 这叫聚光 光向上走 表现在脸上 就是微笑 微笑的脸是元宝形 嘴像莲花一样 肯定发财 想人不好 抱怨人 嫉妒人 憎恨人 这叫拘音 七音则下沉 表现在脸上 就是冬瓜脸 苦瓜像 肯定倒霉 风水源头 在于孝亲祭祖 根深蒂固 枝也自然茂盛 事业兴旺 家庭兴旺 多遇贵人 万事则兴 一个人不孝顺父母 是绝对不能做大官的 因为他不孝顺 就不懂得尊重上司 同事和所有的人 他的日常生活工作 都不会顺利 一生挫着连连 在重要时刻 无不败北 风水是福人居福地 你要是个福人 你住的地方 就一定是福地 如果你住的地方 不是福地 你也能住成福地 所以 最重要的风水 要从自己改变 自己改变了 心改变了 由风水 引起的各种问题 如不顺利和疾病 也就自然消失了 大家知道风水养人 却不知人养风水 喜欢付出 福报就越来越多 喜欢感恩 顺利就越来越多 喜欢助人 贵人就越来越多 喜欢抱怨 烦恼就越来越多 喜欢知足 快乐就越来越多 喜欢逃避 失败就越来越多 喜欢分享 朋友就越来越多 喜欢生气 疾病就越来越多 喜欢占便宜 贫穷就越来越多 喜欢失财 富贵就越来越多 喜欢享福 痛苦就越来越多 喜欢学习 智慧就越来越多 那么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 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所求 如意逢凶化吉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浮如东海 寿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 或订阅 您的支持 这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订阅